現在介紹怎樣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一個 Chrome Web Store 在Google裡面打就有了 這個 Chrome Web Store 接著再打個Keywords Google Meet Google Meet的Attendancy 就是這個 接著就可以按安裝 按這個 Add to Chrome 接著會問你是否想新增 當然要按新增 裡面就會拿到你的權限 記住你要先登入學校帳戶 OK 接著它就說 這個擴充的功能就會做同步 意思是什麼 就是大家在你這部機裝了之後 去到第二部機 它都可以運作 即是不需要再裝很多次 你總之去到哪裏 就做到 當然你要開啟同步 接著它是否要開啟同步 接著它是否要開啟同步 那你就說是 那是不是安裝了呢 其實可以檢查這三點 這三點 裡面就會有一個叫做更多工具 英文叫做Extension 這裡叫做擴充功能 看看裡面 這個叫做Google Meet 放大一下 Google Meet Attendance 它就已經開啟了 如果你想停它的話 可以按一顆按鈕就可以停它 按它就開啟了 基本上這個已經安裝成功了 那是不是真的安裝成功呢 那大家就只需要去 開啟Google Meet 那你就看到它有沒有運作 那當然就去開啟 Cashroom 按個Link Meet Link 按了之後 正常來說 它就要開啟鏡頭 好 出去推一下 OK 鏡頭不重要 那接著呢 這邊呢 就會有個New Installation 就有很多指去介紹 那大家呢 就看一看裡面的東西 那你要按這個箭咀 就可以一路看 它教你怎麼做的 OK 教你怎麼做的 至於運作怎麼做的呢 一會兒再說 來囉 OK 鏡頭不重要